大家好,我是Benji,歡迎來到MANGAY的頻道 喉嚨有點痛,聲音有點沉 剛剛到了這雙Fragman Fragman來的 Conference weapon 現在的鞋子不可以叫 weapon 這些字很敏感 這雙我Size買的 香港原價是$999 我就給了一點炒價 連上運費大概$1350 OK的,可以接受到的 大家是Size買鞋,不知道有沒有體驗過 譬如買一雙鞋 等著一個Seller 寄出一段期間 怎知發現Local Curusel、Facebook Group 有人放你這雙鞋 是同size同款 可能價錢差不多 當下就很希望Size Seller不要寄了 退回錢給我 這雙也OK的 這雙是歐洲貨 用了10日時間 我15日落單,25日到香港 其實算是很快很快的 從德國的Size艙鞋 然後用了三天時間到香港 用DHL寄的 所以就很快 我都查過 如果用DHL 運一雙鞋從歐洲到香港 三天時間 你需要四五百元左右 所以現在收我六十八元其實不貴 之前很多人都問我 Size寫地址,可不可以寫順丰的地址 我其實不建議 例如我的Case 他用DHL寄的 他不會送到順丰的 所以建議大家 寫到一個郵寄地址 寫回你自己的家 用英文寫的地址 如果到時真的用順丰的 就打電話去順丰CSE 或者用APP 改去智能櫃 或者去順丰站 好 講到鞋子之前 這部 菲利普洗鞋神器 我就用YUUU的分 應該四萬分去換 那些人覺得四萬分很多 其實我很多分 就是到期了 所以一定要換些東西 這部是這部機 香港應該賣二百六十多元 未開 我現在先開去看看 這部是菲利普的洗鞋神器 叫Sneaker Cleaner 後面寫了兩年保護器 這部機 先開來看看 這裡 嘩!很緊 好!打開 裡面是這樣的 這樣拿出來 這部機很小 這部機 裡面的配件 它有四顆 用光電的 這部機 刷就在這裡 等一下 這個就應該插到下面 安回電 下去 刷就有三隻 有一個軟身 一個就是海綿 一個就是這個軟身 軟身就可以洗鞋身 海綿也是洗鞋身的 這個就是硬的 這個就是硬底 可以洗鞋底的 這就是 藍穴擦出來 扯出來 可以 總之三隻都可以換 可以 就這樣 很簡單 它真的不重 連電也不會那麼重 按鍵開 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我拍這部片 講一下洗鞋 我上網也看到很多人拍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我去洗鞋 留言寫一寫 現在很快 先開一雙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對上一雙Fragment就是Jordan 3 後面氧化變成螢光黃色 這雙很失望 選用這些材料 這雙是透明的 真的很快氧化變成螢光色 這雙我外面被改過 做了舊化 後面再噴油變成Fragment的藍色 但這雙就變成螢光色 這雙我穿過兩三次 之後現在不穿了 就當作草 這雙真的有點失望 現在這雙我超級喜歡 終於不用穿Jordan和Like 有另一個選擇 這雙其實當年80年代 是風魔了整個NBA 每個人都是穿converse 那時Jordan都沒有出現 很快講講 這雙我買9.5元 原裝尺寸 這雙我自己覺得 買2-2尺寸可以了 不要再買大 如果買大的話 這雙會很長 待會我會比你 compare 這雙好像同尺寸 給Like 這雙好像加大碼 我待會會講一講 很快講講盒 這雙是銀色盒 上面有個Sing converse 旁邊 converse 下面一樣 下面有個赤馬計 有個表 很好打開 裡面 其實這裡也有個鋼印 旁邊 第一個鋼印就是寫了製造年份 它寫著2022 12月29日 有個鋼印旁邊 有張QC貼紙 裡面沒有什麼 很快去尋例看看QC 這雙真的比較重一點 是重實 因為它的中底比較厚 真的厚的 我一會兒拿到Jordan 1拍攝 真的覺得這雙是很高很厚的 那些皮真的漂亮 人家$999 給這麼漂亮的尺寸 皮整雙真的很軟熟 旁邊有個converse logo 兩邊 藍色的 兩個 這雙用Fragment的顏色 白色 黑色 藍色 這三隻色 鞋帶方面 原裝 這條黑色鞋帶 還有一條 Cream色 再加上一條 白色 總共三套鞋帶 很快 看看QC 很快 完全沒有膠水跡 很漂亮 線頭也做得很漂亮 很漂亮 QC 整對很漂亮 少少線頭 完全接受到 這隻 也有少少膠水跡 旁邊也有少少 好 接著沒有 漂亮 漂亮 老實說 這雙 我吃了少少炒價 都是為了一個 閃電Logo 白色 押上去 對 如果這雙鞋 沒有閃電 可能是當年的 Maker Johnson 的顏色 即是Licker 的顏色 如果是原價 我應該會買的 但這個Fragman 的顏色 多給幾個水 都值得 上面 都是有Converse Weapon 這個字 鞋子 我先拿出來 這樣 Converse Fragman Fragman Logo 上面黑白色 而且這裡很有趣 好像皮鞋 有一個index 整對都是普通橡膠 其實 但踩下去 應該和Like 差不多 但我這裡真的穿 我明天會穿 我會換RCP 200 鞋子 因為鞋子真的比較重 而且裡面比較硬 硬一點 老實說真的硬一點 而且剛才我也看過 鞋頭 其實兩邊做得不太對稱 看看 一邊尖一點 一邊就圓一點 但穿上去其實就沒什麼所謂 感覺不到 應該這邊尖一點 總之有一邊尖一點 不知看不見 穿上去 腳趾 去到這個位 總之都舒服 但比較高 身一點 我拿一雙Jordan 1比較 你就知道有多高 這雙Jordan 1 全身的 這雙一拍的 像不像一個大人家小童的感覺 這雙Jordan 1 中底很高 高身一點 不知道看不見 這雙Jordan 1 中底高很多 然後它的Color位 都高很多 長度方面 其實差不多 這雙Jordan 1 都會長一點 長一點 大家都是9.5 這雙Jordan 1 感覺上會大一點 但這雙Jordan 1 會厚一點 所以穿上去 分別不大 舒服方面 始終都是80年代的鞋 舒服一定不舒服 這雙是重很多 重一點 不是重 重一點 這雙也不輕 這雙也很重 總之 特別一點 現在 真的穿上去 穿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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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新的 衝擊 那我的鞋都到了 六月 我也想休息一休 老實說 身體狀況 真是一般 真的一般 我家裡的鞋子已經爆了 太多鞋了 我不覺得不覺得 越買越多 我现在把桌子全部都放在鞋,容量已经超过100%了 我有点点项目的,我打算卖至少一半的鞋出去 一半,一半,我拿6月时间来整理一下鞋 选择哪些鞋要卖哪些不卖,始终脚得一对,穿不了这么多 打算卖至少一半出去,换回鞋回来 我想换回几对神鞋回来,拿到够钱,转移的,转移到几对神鞋回来 真是贵精不贵多 换回几对神鞋回来,放在后面Display 总之,录以我会偷偷的鞋,如果突然有些漂亮鞋要买的,我也会买的 到时会再和大家开箱 如果大家有兴趣看我,用一部机去洗我的鞋,留言 写一写吧,那我也休息一下,今天这么多了,下期再见 拜拜,晚点见 这里 谢谢大家